我说 帮韩湘一个忙 先别跟列亲王说这件事情好吗 行是行 但是为何这么做呢 难道韩湘不理我 跟这只玉蝴蝶有关 请你快告诉我吧 我知道 如果我不告诉贝勒爷实话 贝勒爷一定不死心 其实是这样的 韩湘正卷入了一桩疑案 处境非常危险 什么 那怎么办 目前韩湘在暗处 尚且还算安全 如果贝勒爷您真的喜欢韩湘的话 不要给他压力 等韩湘将这件事调查完之后 他一定会给贝勒爷一个交代的 这 该不会是佟司库的 推托之子吧 童心与贝勒爷一样 可以向天发誓 对韩湘的现状 绝无欺瞒 如果韩湘的处境真的这么危险 那我就更加不能坐实不理了 不 刚才童心说过 韩湘现在在暗处 所以还算安全 只怕此事张扬开来 韩湘化暗为民 到那个时候 恐怕会给韩湘带来杀身之祸 难道我只能眼睁睁的 看着韩湘涉险 却无能为力吗 不 童心确信不久之后 想必一定需要贝勒爷您的帮忙 到时候一定会上门求助 只是目前这个阶段 希望贝勒爷您多多体谅韩湘 别来打扰他 那好 那我就暂且相信童司库的话 希望你们的调查 能很快有一个结果 那我就可以正大光明的 保护韩湘 嗯 你看这镇子是啊 多好看呀 我们得照着兴一下 就是 童司库 我问你 替公主做嫁衣的事情 进行得如何 这做嫁衣的绣女 已经挑选出来了 目前正在加紧赶宫当中 李光处 您可要亲自瞧瞧 不用了 方才皇太后传旨下来 要这回做嫁衣的绣女 明日晨时亲自到宁寿宫去回报 嫁衣的样式 重点是 皇太后要先看看嫁衣的粗样 你们可得加紧赶宫啊 哦 是 韩湘 哦 是童司库 童司库 哥他贝勒 他走了吗 我已经说动了贝勒爷 得到了他的谅解 短期内 他应该不会来打扰你了 那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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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现在 就应该专心准备公主的嫁衣了 我看你 还是先多休息一下 我可以叫乌兰和雪燕来帮你的吗 不 我可以的 好 你看你的神情 跟你额娘简直是一模一样 好了 以后有时间的话 我会跟你多说一些有关你额娘的事 对了还有 李光处今天上来消息 要你明日到宁寿宫 去汇报制作嫁衣的样式 所以今天晚上无论如何 你一定要把嫁衣的粗样给做出来 知道吗 请童司库放心 韩湘一定会全力以赴的 韩湘 没事吧 是啊 刚才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隔太贝勒好像很激动的样子啊 没事了 刚才真是不好意思 让你们看笑话了 哪里 怎么会呢 是啊 你跟隔太贝勒都是我的救命恩人 虽然我不知道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 但是我希望你们可以很好如初 希望如此吧 好了好了 别光顾着说我的事情了 我忘了告诉你们个好消息 因为明日晨时 我们就得拿嫁衣的粗样 去向皇太后禀报 所以今天晚上我们都得熬夜赶工了 谁也别想睡了 这可真是个好消息呢 是啊 所以今天晚上得辛苦一点 熬夜行吗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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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哎 累死我了 说得我眼睛有点花了 你呢 哎 我的手也很酸疼 没办法 这段时间都会很忙的 哎呀好了啊 赶紧回方睡觉吧 明天还得早起呢 嗯快走吧 走吧 我一定得想办法拿到御印才行 总算完成了 快来看看 最后一张草图终于完成了 我和春竹也把前后两片样板都缝好了 再加上这披肩 粗样就算完成了 你们的速度也挺快的呀 设计我不在行 但是敢攻 我可是高手呢 嗯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披肩打上吧 哎 海香 嗯 我跟沐儿商量好了 剩下的就交给我们 你累一整天了 先回去休息吧 那怎么行呢 活是我们三个人一起干的 哪有我去休息 你们留下来干活的道理啊 那不一样 我跟春竹只是赵图 彩彩缝缝 动动手而已 你呢 又要动脑又要动手 动脑竟是很累的事情 是吧 春竹 是啊 动脑很累的 像我啊 只要动脑一个时辰 就得睡两个时辰 听见没啊 嗯 那可是 你辛苦一天了 现在既然草图都已经完成了 那剩下的粗样就交给我们吧 你先去休息 而且 你明天还得负责向皇太后禀报呢 不养足精神怎么禀报啊 那 你放心吧 这回有目而在 我不会像上次一样 又把图做错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好了 韩兴 我跟春竹一定会按照草图 把夹衣的粗样做好 反正我们都会的 你还是回房休息吧 那好吧 那剩下来的事情 就交给你们两个了 对了 我还要给你们一点提示 你们看啊 这一张啊 是绣在领口上的 这一张呢 是绣在绣口上的 你们可别弄混了呀 好 都记清楚了是吗 没问题 你放心吧 好吧 谁啊 韩兴 是你 你怎么来了 辛苦了韩湘 这次你代表我们四衣库 替公主做嫁衣 肯定麻坏了吧 我特地准备了些酒菜 想来喂了喂了 你是怎么了 怎么突然之间 对我这么客气啊 韩湘 你别这么看我 好像我有多差劲似的 我承认 之前我对你的态度是不好 可是我已经反省过了 决定洗心革面 亲自来向你赔不是 否则 我何必走这一趟呢 原来你是真的这么讨厌我 连改过自新的机会都不给我 我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是愿意交我这个朋友了 快请进来吧 来 韩湘 我敬你 望你大人有大量 别跟我一般见识 你就不用这么客气了 咱们同期进入私衣库当绣女 说明还是挺有缘分的 希望咱们以后能够好好相处 可以相互切磋指教 那当然了 我们以后要像亲姐妹一样 彼此照顾 把过去那些恩怨全都忘了吧 来 干杯 干杯 来 我只能喝一杯啊 我的酒量不好 不能多喝的 刚才是谁跟我说要做好姐妹的 怎么这会儿就见外企来了 跟我多喝两杯都不行吗 啊 再说这不就是你房间吗 你要是真喝多了 就上床歇着便吧 担心什么呢 总之 为了庆祝我们二人解开心结 咱们姐妹俩今晚可得喝个痛快才行 来 干杯 来 来 来 好 吃菜吃菜 来 好 谢谢啊 来 来 开心 来 来 吃菜 来 我 我不行了 我不喝了 我不喝 韩湘 韩湘 离开心 什么人 你 你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冷血烟呀 冷血烟 你的翻身之日总算来了 韩湘 我跟穆儿已经把嫁衣的粗样给做好了 大伙你拿去宁兽给我 韩湘快起床 别赖了 太阳都晒屁股了 快起来啊 韩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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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怪了 时辰就要到 韩湘怎么到现在还没来呢 韩湘是怎么回事啊 总不能让皇太后等她吧 童司库 我刚去过韩湘的房里 韩湘一身酒气八成是昨晚喝多了 我怎么也叫不醒她 什么 这个节骨眼上 韩湘他怎么会无缘无故地喝醉呢 那穆儿跟春竹呢 春竹和穆儿不知道是不是昨晚赶工太累了 也都叫不醒 你先下去吧 是 童司库 都是我不好 雪燕 你这是做什么 童司库 都是我的错 昨晚要不是我找韩湘彻夜饮酒谈心 她也不会宿醉不行的 你找韩湘喝酒谈心 雪燕 你在想什么呢 明知道韩湘今早要见皇太后 你怎么还能找她喝酒呢 就是啊 韩湘不胜酒力 雪燕 你安得什么心啊 很抱歉 是我疏忽了 既然这货是我闯出来的 我愿意代替韩湘去宁寿宫见皇太后 这怎么行呢 韩湘设计的嫁衣你又不清楚 到时候你怎么向皇太后说明呢 这不是问题 我跟穆儿睡同房 常常会提起韩湘的设计 所以我对韩湘设计的嫁衣是相当了解的 这样 那好吧 冷血燕 就由你代替韩湘去一趟宁寿宫吧 是 至于这比翼而飞的凤凰 到时候会以金线缝制到公主的嫁衣上 象征着些人间谍情深 双宿双飞 嗯 这个设计哀家喜欢 海宁儿 你觉得怎么样 回皇太后 好 一切您做主编程 海宁儿 都听您的 皇太后 臣妇也觉得挺好的 既雍容又贵气 嗯 既然大家都没意见 那就让司衣库 照这个粗样下去完成吧 是 那雪燕 现在就替公主套粮了 嗯 绣儿 去把哀家 准备送给公主的首饰 拿出来 是 是 可以了 嗯 皇太后 艾宁儿 哀家 替你准备了一些礼物 你看看喜不喜欢呢 谢皇太后 哇 好不好看 嗯 嗯 嗯 哎 这里没你的事了 下去吧 是 奴婢告退 我的预音 是 这是 你拿出来看看 嗯 玉掌明珠 汉人把自己的女儿 形容为掌上明珠 就好像哀家对你这样 哀家对你的感觉 就像是握在掌心的一颗明珠 想要信心地呵护 所以哀家特地叫人 刻了玉印送给你 王太后 这个玉印 怎么会在你身上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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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竹 现在是什么时辰了 啊 你可真是的 天都这么亮了 你还不起来 啊 糟了 不会是误了时辰了吧 是吗 佟司库 佟司库 真是对不起啊 我昨天晚上 不知道怎么搞的 竟然睡过头了 我现在赶紧收拾收拾 马上去宁顺沟见皇太后啊 不用忙了 今天早上我听说 你还在宿醉 就让学院代替你去了 原来学院她已经过去了 真是太好了 真是的 我昨天晚上怎么就喝醉了呢 差点过了大事 佟司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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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里出大事了 什么 什么大事啊 你看你 慌慌张张的 那个 那个皇太后 找到乙丹哥哥的女儿了 什么 不敢相信吧 更不可思议的是 那个流落在宫外多年的格格 竟然就是雪燕 这怎么可能啊 这怎么不可能啊 这怎么不可能啊 现在皇上已经赶紧您收工了 参见皇上 不免礼 皇哥娘 皇上 雪燕是乙丹的女儿啊 乙丹有后了 又后了 她留下了一条血脉啊 雪燕 参见皇上 免礼 谢皇上 你真的是乙丹哥哥的女儿 那你说说 这些年来 你在宫外是怎么过的 回皇上 雪燕自小就被农家给收养 我十三岁时 养父母都死了 我爹临死之前才告诉我 原来我是他们捡来的 我娘还给了我这枚玉衣 说可能凭这玉衣 能让我认足归宗也说不定 后来呢 继续说下去 雪燕当然想跟自己的亲生父母相认 可人还茫茫 雪燕也不知道去哪里找 其实这些年 我早已经放弃了希望 没有再想过任爹娘了 没想到 刚刚皇太后告诉我 乙丹哥哥就是我的额娘 雪燕哪 哀家的乖孙 雪燕哪 我问你 你可知道自己的生辰八字 雪燕不清楚 养父母也不晓得 他们捡到我的时候 我已经饿了很多天 连哭的离气都没有了 你问她的生辰八字做什么呀 有这个预印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 她是乙丹的女儿 错不了 绝对错不了 王公公 请留步 参见王公公 免礼 谢王公公 佟司库有什么事吗 王公公 听说雪燕成了格格 我想证实这件事情 不知道王公公 你知不知道雪燕她 是雪燕格格 你们听清楚了 从今往后 你们不能再直呼雪燕格格的名讳 明白吗 是 是 皇上要我即刻前往宗人府 让雪燕格格入皇室的族谱 就不跟二位多聊了 对了佟司库 皇上要我转靠你 雪燕格格从今天开始 与皇太后住在宁寿宫 就不回私衣库了 佟司库 怎么会这样呢 奇怪了 雪燕怎么会被认为 是乙丹格格的女儿呢 极容 我担心在书上 咱们能不能把证箍 我把证箍都变在北西 我看啊 这真的有名 уров 你不认为 决定 你不认为 无缘无故地就消失了呢 这 还行啊 童司库 我们这儿遭小偷了吗 要不然你们这 不是遭小偷 是在找东西 找东西 找什么东西啊 春泽 你有没有看到房间里面 有一枚玉印 玉印 什么玉印啊 算了算了 当我没说 怎么回事呢 我的玉印怎么就不见了 童司库 我明明昨天还看到了 可突然就无缘无故消失了 还行 不用找了 旦 Atlantic 童司库 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呀 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 人多口杂 有些话不方便 在第三个人面前说 韩香 你告诉我 冷雪翩昨天晚上 是不是主动上门 找你喝酒的 是不是 是啊 这个丫头 一定是故意去找你喝酒 然后把你灌醉 趁你醉得不省人事的时候 偷走了玉衣 这怎么可能呢 怎么不可能 我今天早上听她说 你们两个昨天晚上 彻夜喝酒谈心 我就觉得哪里不对劲 果然 没想到学业 居然这样算计我 人心隔肚皮 可是不对啊 关于你的身世 整个皇宫里面 就只有你和我知道 这个冷血烟 她是怎么知道 这个秘密的呢 我也不清楚啊 可是童司库 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现在弄丢了玉衣 我就没有办法 证实自己的身份了 是不是啊 对了 我还有玉蝴蝶呢 没用的 玉蝴蝶是我亲手送给乙丹哥哥的 皇太后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 就算你拿出玉蝴蝶也没有意义 但是玉印就不同了 玉印是皇太后亲自送给乙丹哥哥的礼物 皇太后一定会认得的 不可能 不可能的 事情怎么会这个样子 难道 难道雪燕就这样偷走了我的身份不成 我 我不要这个样子 不该是这样的呀 童司库 童司库你帮帮我 你帮帮我 你帮帮我 雪燕哥哥真是美极了 可不是吗 瞧雪燕哥哥出落的亭亭玉丽 可真是天生丽质啊 难怪我一见到他 就觉得他与众不同 有一种高贵的气质 各位娘娘过奖了 雪燕哥哥 这只河田玉簪色泽圆润饱满 标工精致细腻 正好能衬妥你的雍容华贵 希望你喜欢 谢谢童妃娘娘 雪燕很喜欢 喜欢就好 灵儿 我看雪燕哥哥什么都不缺 就缺个宫女侍候他 你就先好好跟着格格 千万不能怠慢知道吗 是 娘娘 雪燕哥哥乃是千金之尊 一个宫女怎么能够呢 杰儿柳儿 奴婢在 你们两个呢 好好伺候雪燕哥哥 听清楚啊 要是让格格有一点不开心 你们两个就提着头来见本宫 是 好 好 看到你们都这么疼雪燕 哀家就放心了 惠儿 女儿 奴婢在 以后你也要跟着雪燕 要机灵一点 知道吗 是 皇太后 谢皇太后 谢诸位娘娘 雪燕 以后哀家会好好补偿你 你这十多年来在外流浪 真的是 委屈你了 听皇太后这么说 雪燕之前所受的那些苦 都不算什么了 太子妃娘娘到 参见皇太后 参见诸位娘娘 免礼 谢皇太后 雪燕参见太子妃娘娘 免礼 谢娘娘娘 眼前这个雪燕 就是尹丹格格的女儿 真的假的 太子妃 雪燕哪里不对啊 没有 皇太后 臣妾跟雪燕之前就有些交情 如今她任族归宗 臣妾也替她高兴 所以想带雪燕到臣妾的寝宫 让她挑起首饰 好给她当作贺礼 好 好 真是太好了 看到大家 都把雪燕当成自家人一样疼爱 哀家真的是很开心 很开心哪 你真的是尹丹格格的女儿 你真的是尹丹格格的女儿 怎么 有问题吗 我可是有欲认为者 是货真价实的格格 皇上也已经下令让我入皇室族谱了 请问太子妃娘娘 你还有什么意见 没有 我哪有什么意见 我只是想问清楚吧 我的回答已经够清楚了吧 对了 对了 你不是说有首饰要送给我吗 拿来给我看看吗 珠儿 喜欢什么就自己挑吧 怎么样 喜欢哪一件 本格格都喜欢 什么 我说这些珠宝首饰我都喜欢 全部都要 你也太叹息了吧 怎么 是谁刚才在皇太后面前 把话说得那么好听 一下子跟我有交情 一下子又要送我贺礼的 哦 你是要我去告诉皇太后 咱们太子妃现在后悔了 我是说过要送首饰给你 可我也没说要全部都给你啊 你是太子妃娘 将来可是母仪天下的皇后 到时候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也不差这些吧 杰儿 奴婢在 把这些首饰全部带走 是 多谢太子妃娘娘割爱 来 这个冷血烟 仗着皇太后宠他就作为作福 简直是目中无人 想不到血烟格格翻身才没多久 就这么目中无人 今儿个就先让他占点便宜 以后他要敢骑到本宫头上 本宫也不会让他好过 怎么办 参见学 雪燕哥哥 起来吧 谢哥哥 你说的是真的吗 对啊 站住 雪燕 怎么了 你们不知道我是谁吗 见到本格格竟敢不行礼 你们该当何罪啊 对 对不起 雪燕 我不知道你成了格格 大胆 敢直呼本格格的名讳 灰儿灵儿 格格 给我长嘴 是 格格饶命 格格饶命 格格饶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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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给我记清楚自己的身份 以后见到本格格 可别忘了行礼啊 是 奴婢记住了 我们走 凶 走 没想到雪燕竟然是格格 这种事情谁能料得到啊 之前选替公主做嘉宜的人选时 咱们都没人支持她 惨了 不知道雪燕会不会记恨呢 咱们这些日子 对雪燕都很冷漠 我看哪 这下可糟了 雪燕该不会这么小心眼 回头找咱们算账吧 雪燕格格驾到 春竹 你看你这什么乌鸦嘴啊 我怎么知道会这么巧啊 参见雪燕格格 都起来吧 谢格格 雪燕 恭喜你认祖归宗了 咱们司医库 除了你这样的大人物 可真是予有容焉哪 就是啊 雪燕 以后啊 你可得多照顾我们这些好姐妹啊 住嘴 我是什么身份 你们是什么身份 敢这样跟本格格说话 放肆 放肆 怎么没看到 本格格最敬重的童司库 童司库 约里有韩湘啊 韩湘 我一定会帮你想办法的 童司库 童司库 参见雪燕格格 童司库 童司库 起来说话吧 是 你起来干什么 奴婢怎么了 本格格格让童司库起来 让你跟着起来了吗 给本格格跪好 你 对了童司库 柳寒香是本届的秀魁 本格格想要他做几件衣裳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雪燕格格的吩咐 我们司医库定会全力以赴 是吗 可是我看这个小秀女 心不甘情不悦 好像跟本格格有仇似的 奴婢不敢 谅你也不敢 雪燕 你叫我什么 雪燕格格 不知道雪燕格格 想要做什么适量的衣服 问得好 既然我当上了格格 自然得什么样的衣服 都得来得上几件吧 那好 那奴婢先帮格格量身 再去替格格设计饰样吧 好啊 起来说话吧 谢格格 二指三 我知道 是你偷了我的预言 是我偷得又如何 总之我现在是格格 你这个卑贱的小秀女 又能奈我何 哎呀 格格 没事 大胆柳寒香 你量身就量身 为何弄疼了本格格 难不成是故意再找我麻烦吗 我 算了 本格格才不会跟你一般见识 是 你小心点就是了 继续量身吧 是 韩香 疼吗 你给我记住 这就是你跟我做对的下场 你要是再看扰脑本格格 我保证你没有好日子过 要是再有下次 那就不只是痛 我会让你痛不欲生 韩香 我给你十天时间 十天之后要是没做出衣裳来 本格格就要治你的罪 走 我看看你的手一定很痛 韩香 韩香 没事了 没事了 你疼不疼吗 没事 没事 我知道很疼 你得忍着点 这个冷血烟简直是欺人太深 先是夺走你格格的身份 现在竟然还敢反过头来对付你 这个丫头简直就是目中无人 韩香 以后你真的得小心应付冷血烟 她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这个冷血烟 她自以为可以只手遮天 我不会让她称心如意的 我一定要揭穿她 韩香 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 但是你千万别冲动 毕竟现在预言在她手上 况且 皇太后跟皇上都已经认定 血烟就是一旦格格的女儿 如果你贸然行事的话 对你们有一点好处 童司库 我不甘心 我不甘心被她夺走我的一切 我也不允许她冒用我的身份 韩香 童司库 我知道您担心我 但是请您放心 我做事情是有分寸的 虽然我现在还没有对策 但是我发誓 我一定会揭露她的真面目 我感觉我一定会要谢她 你能够没按照 确实在注意力